昨晚十四嫂上來就有一名驚人 很多網友都說她漂亮 其實十四嫂是一塊的樸肉 她連眉都不拔 我真是頂她不相信 我好心你拔一下眉 她不是怎麼扮靈的 不懂 但是可能從小到大 其實她很小來香港 我忘記了 好像十歲八歲就來香港 但是什麼呢 今天很多朋友上來買這個 我說沒用 你們也說做馬 其實真的跟街上有些不同 我最想說什麼呢 今早我有個客人 11點來買一個吞打魚 剛才4點多就WhatsApp我 她說比利哥真的很冷靜 你還好嗎 叫我留10份給她 她說真的有酒店水準 真的很冷靜 昨天我們已經很離譜了 用菜刀切 挑選一個鬼馬鹿 很冷靜 我讓阿閹給你試試 我現在是一度 真是最小力的 她已經很大力 是嗎 對你來說 我弄個四度給你看 撐不住 真的很舒服 這個不是假的 你已經縮下縮下 你真的不夠了 還有幾個頭 什麼月位頭 沒有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是誰呢 反而很多網友不知道 不是那個月位頭 月位頭也舒服的督 是這個頭 這個頭 用來做頸椎和腳筋 哇 我今早在家 我8點多起床 在門口之前 我看我沒有腳腫 我沒有腳腫 我水腫是臉 我就整個腳筋 整個人很輕鬆 因為我現在晚上 其實我一脫鞋 穿了鞋就不覺得 日常不覺得 但是臨睡前 還有早起床 腳很重 為什麼呢 除了我身重之外 其實是水 就是那些水 你就覺得自己很重 哇 我一用完 整個人 整個人很輕鬆 很鬆神奇 這個就是用這個 幾次用這個勾 OK 好了 我先放我的勾 不要緊 為什麼要放 糟糕 好像這麼鬆了 我剩下幾部 不過不要緊 我回大貨 沒辦法 因為我就是啤梨 我們就是要買 最好最佳的產品 是不是最佳不知道 真是好的產品 OK 好 那當然了 如果你說有別的用 用來增 那我就不建議這個 太冷靜了 你怎麼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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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不住 你要找我 按摩器 按太陽炎而死 很冷靜 啊啊啊 休息一會 在這一節 今天是星期二 我當然要做一下 真的快出一些照片 因為我不想說那麼多 我不斷認籌一下 做一下sales 好 第一張照片 海膽 699元 今個星期的翻個價錢都很貴 吃過就知道了 我們的海膽 正啊 你吃過了 是啊 真的很冷靜 不是日本的海膽來的 訂貨 買了上來給錢 買了84811079 去 竹籠卷 竹籠卷又吃過了 正啊 又是正的 竹籠卷其實真的是日本魚蛋 全鯛魚 一粒粉都沒有 用了石棕 竹籠卷 接著還要吸印 十粒 粒粒粒 好像我的粒那麼大粒 ok 訂貨 這個星期六來拿 9月4日 去 八爪魚 簡直是沒得說 這隻八爪魚 就只有威威 小吃的八爪魚 可以堪比擬 我覺得 ok 真是很冷靜 388元 有成700-800g 有些大到900g 我就隨便派的 沒得指定 快點訂 開派對 就快開學了 開學 我們開始回復正常生活 那當然要吃一隻八爪魚 吃竹籠卷 再去 我這一刻 我已經 有網友說 有些煤 我立刻 跟日本製那邊反映過 其實真的不可能是同一批貨 唯一就是懷疑 而你們的解凍方法不適合 ok 所以我們現在強烈建議大家 不要這麼心急解凍 最好就是 你吃之前一晚 在冰箱裡拿來放 放在不是Visa的格上 自然解凍會好些 ok 很冷靜 你有沒有吃過 這個你有沒有吃過 這個有沒有 再去 牛肉我不特別說 我賣得不夠賣 真的很冷靜 喜歡吃牛肉的朋友 燕雞一定不用問他 他沒吃過 再去 看你們吃 是的 再去再去 這個我上次提過一提 就已經賣到我爬不猛聲了 大家看清楚 這個狗大鬼 你吃過 上次我們還要焦焦焦 因為我們自己很心急 大家看看 鮑魚魚肚 這些真是象心毒運 家人說 媽媽 你這個中秋節 不用煮那麼多東西 我打個盆菜 哎呀盆菜是否好吃的 等等 總之你預了盆菜 六個人剛剛好 我保證你 不單是大家一家人吃得開心 麵紙油鍋 其實是很有費 你老母那麼好吃的 那麼名貴 有鮑魚 外面的這盆菜 你什麼罐頭鮑 我們有什麼鮑魚 乾鮑 就算是最貪心的乾鮑 你當作是一塊水 六隻鮑魚 六塊水 我們還有海參 魚翅 蠔豉 豬筋 前面的魚肚 有很多東西 畜生有很多東西 吃醬汁也有時間吃 OK 1,998 記住要訂貨 OK 再去 沒錯 回來了月餅 我真的要說月餅 首先我是很有信心 總而言之 你們喜歡的事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但其實我是有點困難 各位朋友 為什麼困難呢 因為我前年和大前年 我都賣得很好 所以今年的貨量 我是比去年 不是我應該說去年和前年 是訂多了兩倍 兩倍 去年我就是得了QVMORE的10倍 是QVB的100倍 那他們實在賣得太差 所以100倍都不代表很多 我訂了兩倍 現在我深深感受到這些壓力 因為我三個星期二 我竟然沒有賣光 OK 那如果我真的賣不光 我會損失多少錢 不要說錢 是沒有面子 而且今年 很有可能 是這個中秋節 是我跟大家最後一次 度過的中秋節 正所謂 沒什麼可給你 但求憑這決歌 我真的很希望 你們可以 如果喜歡吃榴槤 在以後的中秋節 或者以後的日子裡面 你們一吃到好吃的榴槤 我想在最後八月十一 八月十二的時候 還要說月餅 那太狠就沒有票了 而且這些月餅 是真心的 你有沒有吃過 你吃不吃榴槤 我不吃 沒有辦法 所有朋友都說 真是很冷靜 大家當給面子 小朋友 你有沒有 如果你說你是吃榴槤 而又不能光顧我 你現在不是我 我沒有 賣一小盒榴槤月餅 而是我真的不能 你們又吃榴槤 我要吃榴槤月餅 但是不光顧我 因為我光顧不知誰是誰 而我所有網友都說 我光顧我誰是誰是誰 真是不夠你好吃 我光顧我的心碎 說誰是誰是誰 榴槤什麼 真的不夠你好吃 然後帶你 廢紳士 上來給你 又說吃金氏丸 別想這些 上來 給錢 拿貨 搞成這樣 現在我只剩下兩種產品 一個就是 四個大莊 送禮就真的是一流 自己八粒小的又有八粒又好 因為不用切 啪啪啪啪 三八三十八 四八三十八 你去買貓三王榴槤 也不止這個錢 貓三王榴槤很貴 中學校成為月餅 終於成為最好吃的月餅 而我是很有可能是最後一年 最後一年 最後一年 不要想成為一年 我真的沒有環境 炮山 先給別人借住 出色衛權 那時候還沒給別人 三八三十八 你都不給我 I bet you all 我求一下你們 給面子 弟弟 來 上來買月餅 我們給你優惠 全部送一個冰袋 是不是很有夠義氣 如果你有一個冰袋 黃色冰袋很值錢的 幾元 快點 不要想 不要等 現在就按tame me 現在就WhatsApp 現在就要入帳 增個放下心頭大石 沒有 如果不是 到了明年 去年 去年啤梨的月餅多好吃 跟啤梨訂個月餅 Sorry 對不起 那時候我可能 第一 身陷名語 又或者 已經在外國 那時候我在外國 我就不是唱什麼 所以大家 悶劇 本來我想找十三個唱這首 講的歌 什麼 明月子曉 後來我想一下 不如我錄 八照雲青天 只是孤蘭圈 當然不是 你不吵 你不認識 這是最後一句 你不認識 我不認識